他是一個很勇敢的人 我好像記憶裡面沒有任何 還有說過負面的話 或者是覺得無力失望的話 總是那麼勇敢 你以為希望自己是一個 實力歌手的話 會記得 40歲歌手朱立靖 7月3號因乳癌病逝 14號靈堂開放藝人朋友吊咽 和朱立靖情同姐妹的洛洛 9點就抵達會館 帶了6小時協助家屬處理後事 劉的表妹 然後有畫一個這個小小的貼紙 然後上面是笑笑的朱立靖 家人是說要我拿下來送給大家的 那希望每個人想到Miu的時候 都是他永遠笑笑的樣子 那也希望所有愛他的朋友 不管是粉絲也好 或是藝人朋友也好 或者是家人們 都可以永遠記得他在台上唱歌 然後最漂亮的那個樣子 超舞的導師黃國倫原本有意集結歷屆冠軍舉辦演唱會 遺憾的是疫情攪局 當年拿下第三季冠軍的朱立靖也永遠缺席了 戲劃趕不上電話 對啊 那我們其實都真的是很 其實滿心痛的 之前他是人民心目中的超級偶像 我現在覺得他現在是天上的超級偶像 然後已經去當天使去了 我們是有樂團表演的時候 都會跟他同向 他真的都是笑臉迎人 好像從來在他身上都沒有看過苦瓜臉 他是一個很勇敢的人 我好像記憶靈的沒有任何 還有說過負面的話 或者是 或者是覺得無力失望的話 總是會不會覺得 你以為也希望自己是一個 實力歌手的方式去被擠得 從超偶的時代到現在 就是他其實一直是我的榜樣 我真的只希望他現在是幸福的 我們都很愛他 然後現在他沒有鼓動了 希望他在聽他 在唱歌給我們聽 然後爸媽也辛勞了 希望他們可以起來順便 我們都會很想Miu 我覺得他Miu給人的一個印象就是 他就是非常明朗跟開朗 每次看到他我就覺得 這個世界好像特別的美好 也希望就是Miu能夠在另外一個世界裡 可以開開心心的 繼續傳地震能量 然後開開心心的唱歌這樣 他只要跟我們見面的時候都很好 對 他就是這樣啊 就不會把他的難過 或是不舒服的狀態表現出來 妹妹特別想什麼 就跟他說 你不會想他 抱著狗狗來我家玩 感覺好像沒有什麼異狀 覺得他很健康 不要經歷過那麼多辛苦的事情 其實他在訪問裡也不可多講 非常地調 家人是說 好像都還是在一個很安詳的狀態 這個也算圓滿 真的就是祝福朱立Miu 在另外一個世界繼續唱歌吧 這幾年跟他因為在工作上的接觸 也學到很多 雖然他算是我的晚輩 但就覺得說好像在演藝圈 就是需要這樣的正能量 他都報喜不報憂 其實 因為發現的時候就已經很晚了 所以你們自己一定要小心 晚了那種 都會很難處理的 他身上幾乎看不到黑暗 看不到絕望 這個是很棒的一個人格特徵 讓我們見識到 他在舞台上爆發的力量 存在的力量 他的為人非常的好 我沒有聽過任何他的負面的東西 他可以說是林富平的一個藝人 真的很捨不得人 然後希望他能夠一路好走 然後再也沒有病痛 有看到他的姐姐跟哥哥 我希望他們心裡不要有遺憾 然後就是心裡可以受安慰 然後這個牛牛就是在天上 在等著我們 等我們一段時間 我們就要去找他 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就要去找他 尤其是 對啊 我會跟你擅長一下 你還要去找他 你還是要去找他 你還是要去找他 你還是去找他 你還是去找他